小艾老師好 你好主持人金銘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老師寫這本編輯工具書 是不是比你寫所謂的劇本還要困難是不是 對因為創作者跟評論者是不同的職業 通常創作者他的想像力是無限的 然後創作的經驗很豐富以後 他反而不敢告訴別人怎麼寫劇本 因為劇本你越寫越覺得他種類太多 比如說有一劇本搞不好才一個人在演 所以你很難講出同一套 同一套方式教別人寫劇本這樣 我的確是也是被要求說已經寫了40多年了 是不是可以把過去的經驗累積 加上我最近剛好又辦了一個影視音學校 所以我就開課 所以各種機緣下我覺得差不多成熟了 不過也寫了四年了 所以當你這個寫的劇本的類型越多 你越難告訴大家到底什麼樣的劇本是好的 因為什麼劇本都有他成功的方式對不對 沒錯啊我覺得就拿我自己過去寫的劇本的類型 也非常多樣也有軍教片 像成功領上也有學生片或成長片 還有這種社會推理就太多了啦 所以我就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 他好像他應該不要去寫這個怎麼編劇 可是後來又覺得我們大部分台灣都是翻譯的編劇書 對台灣本土的編劇他不會去寫一本編劇書 我就覺得好像也是有一點點責任感 說把自己難得累積的經驗那麼多 因為我的編劇經驗還不是一個編劇而已 因為我那時候在中央電影公司上班 我還扮演了那個企劃到製片當製片人 然後當拍完片還要當行銷上戲院 所以我對電影的了解它是一個一貫的作 而不是說一整套的 所以我忽然覺得這個經驗也很少有 一般我就是寫劇本然後去找老闆希望他拍 可是我那時候在那個電影公司是 連戲院都有自己有戲院的 就有十幾家戲院 所以你只要發動一個idea 它是一貫一直下去 那這個經驗真的很少有 所以我想我把它寫下來 對一般的這個編劇人很少有這個食物 這樣進入的一個工作對不對 而且你那八年好像是蠻精彩的那八年 有很多這個我們現在電影的前輩 當時都是你的同事 你們那時候都二十幾歲啊 二十幾二十幾三十幾 就是說跟我一起工作的像吳念珍嘛 你可以想他那個年代不到30歲 那那個時候的心情跟現在差多遠 那時候很想做出一番跟過去不太一樣的電影 後來我覺得運氣很好 就是那個年代剛好有一群真的很棒的年輕導演 比如侯孝賢 楊德昌 還有萬人 柯一正 張毅等等 你一數啊 這些人都在stand by準備當導演 可是苦無機會 我覺得一切的都是好像潮流 老師你在裡面講到說 那時候剛好遇到所謂的電影新浪潮 那新浪潮是從國外蔓延到台灣的嗎 新浪潮的這種定義都是 反而不是我們從事電影工作人定義它 反而是一群影評人看到台灣有一股浪潮起來了 那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時機 所以浪潮是一個大概就是這個東西跟前面的電影不太一樣 那台灣新電影浪潮是好幾個影評人 包括張宏志 乔雄平等 環節也把他定義說這批電影真的跟過去早期的電影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他們就找到很多素材也好演員表演 鏡頭的運用完全都不同 所以像是一個斷裂 比較明顯的一個 明顯的斷裂差不多1982年開始 所以他相對於德國的新浪潮或者法國新浪潮 甚至於香港新浪潮都晚了一點 可是應該也要有一個時機對不對 可能是某一種新技術的發明 或者是某一個經濟時代的一個起飛吧 有 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一群 就是我這個年紀的人剛好戰後這一代 出國去唸了一些電影 就是唸了西方電影的一些理會 留學派回來的一批 然後本土也有一些在台灣自己 也一直有點想要作為像侯孝賢 他一直對原來的電影公約 覺得做不出他想要的 這兩股力量聚在一起 還有就是時代 1980年開始是台灣變動最大的一年 包括那時候從70年代有雲門舞集 有明歌啊 就是說我覺得潮流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時代開始在開放中 各種東西都進來了 那電影是反而是所有藝文的最後一個改變 為什麼要比較貴 因為他拍電影 成本太高了 對你說寫詩好了 或者那時候有劇場 現代劇場 然後現代文學 你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電影不行 電影要一群人找到資金 所以我覺得那個成功率 還要剛好有中央電影公司 他有大筆的資金 自己有戲院 他不用太求別人了 我們就在那個基地開始發展電影 發展我們所謂的台灣新電影浪潮 真的老師講到這個很多實驗性的東西 你一個人可以創作 可是電影他一定是最末端的 因為他要龐大的資金 所以金主不能夠讓你隨便實驗 而且你還必須電影一拍完要賣座 這才是更難的 就不能賠錢了 你一賠幾乎沒有第二部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在做電影那段時間多緊張 因為電影拍完了開始做行銷 到戲院上片的時候 我幾乎是拿著筆記本在寄這一場賣幾張票 你很難想像一個從事編劇跟企劃人要這麼辛苦到最末端 在市場端做調查 對 所以我這本書在寫的時候我就想說 想要把這個整個的觀念都擺進去 而不要是我想編一個什麼劇很開心 就編了不去想 雖然我們現在寫劇本不一定會真的拍成電影 可是我會希望它是一個可以拍攝的 可以執行的 可以執行的東西 對 所以老師你一開始還是有些失敗的經驗對不對 當然有 你會有一些這個取高核果 或是對自己過度的自信這樣 會 我當時 我其實進入電影蠻傳奇的 我是從1980年代從國外回台灣來 在家裡打定主義改行 我原來學的是生物 要去美國做生物學家 我學的是分子生物 所以怎麼樣都不會想走到這個行業 就像我同樣一起的人 現在可能在藥廠發明這個新冠病毒的新藥 我當時念的是這種 後來我覺得我比較適合創作 所以我就打定主義 所以當然會失敗 我有一整年的時間放棄了學業回台灣來 寫了五個劇本都沒有拍成 然後那時候覺得我是不是走錯路了 然後整個精神狀態跑去看 醫生覺得胸口好痛 以為是心臟病 他說不是 你是焦慮 因為你一直在寫劇本 然後又沒有拍成電影 一整年 所以第二年剛好 中央電影公司老闆明記先生 問我要不要進入中影 我想這個背水一戰 因為我在家裡寫了一整年了 都沒有人要拍 劇本賣掉了 可是他要去找錢跟找演員 所以回到電影時代太難 所以我想如果太難的話 我就去一下電影公司 我就等於公務員一樣上班 所以很少人有這個經驗 就是電影公務員 每天打卡上班 開始企劃每一年的電影 好處就是他保證拍得成 壞處是他也被約束 每天都要上班打卡 老闆對我們幾個真正扮演編劇角色 就蠻自由的 像我跟吳念珍在中影蠻自由 就是一旦接到公司的劇本 我可以不上班 有點責任制 對 非常好 所以老闆如果不用這個條件 我們不太願意去 因為我們的公司是創作 我如果變成公務員 我一創作怎麼辦 我必須晚上寫白天上班 所以我們那時候公司給我們條件 非常好 就是你一旦接到劇本 你可以請編劇家 兩個月 好過癮 兩個月不用上班 家裡寫劇本 反正成敗論英雄 動機要寫出來就對了 你說到重點 如果我寫出來劇本 拍了電影如果垮的話 老闆就不再相信你了 所以電影的挑戰真的是 不是只有編劇本身 還有編出來市場上 大家反應如何 是 八年離開是什麼原因 原因很簡單 就是做了八年 所有想拍的東西 也拍差不多了 因為中影必須還是有它的限制 就是你想拍這個想拍那個 他會覺得這個不太好 這個其實他有點反社會 有點太限制級 所以其實我到了後期 會離開有幾個原因是 包括我去找李安 他想拍喜宴 因為是同志 公司就不太願意 或者我找了一個萬人拍超級大國 超級市民 講的是社會邊緣的故事 我找過陳國夫 就是我到後期找了一兩個兩三個 發現公司開始不接受的時候 我覺得那也差不多了 因為前面也拍了蠻多電影了 侯孝賢 楊德昌 張毅 拍了快要上百部電影 就覺得可以離開了吧 離開之後做什麼都可以了 所以蠻甘心的離開 所以老師等於是有點看到 看多之後你自己也成熟了 所以你想要挑戰更高的一個題材對不對 不想被綁住了 對 那個時候覺得在這個家公司 能夠做的大概做完了 很有限 這點可以給大家建議就是說 你有時候把自己綁住在一個大公司 他有優點跟缺點 優點就是他給你很多資源 給你保障 缺點你也被他綁住 你想要做的事情 萬一老闆一直說NO的時候 後期我跟吳念珍決定要走 就是有好幾個案子老闆說NO 我跟他講非常二婉就是李安的企業 你看他後來得了柏林營長最佳影片 你看多會覺得 當時在我們公司做大概提早兩三年 不過有時候也不一定 提早兩三年說明他沒那麼成熟 或者演員剛好 對 所以有一次我講到這個故事 他說不一定 所以你離開後1990年代 91年代他才開始拍那個成熟度 跟當時的演員跟各種搭配 所以比你更早的時候把他找來 他還不太成熟 說明拍的會失敗 所以我現在想就很釋懷說 反正很多事情他有一定的 因緣就對了 因緣跟那種潮流跟脈動 好像你也不要勉強 太強迫反而是讓他提早陣亡就對了 對對對也許這樣講 所以後來離開之後呢 離開之後很好笑 就是我們幾個好朋友成了一家電影公司說 我們就累積我們的電影公司 電影公司進去電視台 那時候華視的董事長叫做吳世松 他找我跟吳念珍跟柯一正三個人 成立一家公司要幫他拍八點檔 然後後來你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嗎 我們三個人開始想八點檔 八點檔也不是你會的 那麼容易的 所以做著做著我們就慢慢轉型成廣告公司 做著做著我自己覺得我小孩子 國小國中我乾脆回到家裡寫作 會不會比較更自由 意思我們三個人就講好 把這家公司交給柯一正輕盈 吳念珍跟我都離開 離開後吳念珍當導演做了十年 我這十年就選擇一個 完全跟別人無法想像就是 我反而回到家裡寫作 在家創作 對你想想看一個男人37歲 寫到47歲 在別人看應該在家公司繼續慢慢升遷 好像最精華的事 對我怎麼會推到 對對對可是我一點都不後悔 因為回到家裡寫作也有好處 就是我的時間更自由 就像很多人說做到55歲退休65歲退休 我37歲38歲就開始選擇個在家工作 他也不像退休 就是你反而可以安排旅行 別人最忙的時候你最閒 別人就是你跟別人就跟他逆向 逆向所以我搭車都沒有人 所以你廉價永遠不會塞車 因為你都是平日 那我爸爸很不諒解說 你明明做得好好幹嘛要離開 那時候我在中央電影公司 還升過兩次就好像應該 再往下應該有更高的職位 爸爸是公務員 他就比較公務員的思考 說你不應該離開的 我說不是我離開會更自由 因為我該做的也做掉了 我也心甘情願的離開 那離開後真的下一步就只是成立公司 公司做一做覺得不對 就放手給一個人經營 另外兩個人就退 退完之後就各選各的路 那我的路就選一個更危險的 就是在別人看在家工作 那你要接案子 那我是一直寫作 那運氣不錯就寫了十年 小孩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 可是我跟你講人生很奇妙就是 眼看就一路就這樣子了 沒想到整個時代的又開始變了 老商台開始要變動 我懂 對外找人 我又去電財上班 我已經快50歲了 所以我的人生跟別人講說 別人都覺得你的人生顛倒 你家是應該退休在後面 越後面越精華就對了 可是我覺得你那十年很棒的是 你可以在家陪伴小孩對不對 也寫了不少書 那個年代我創作到現在102本書 其實是那十年中間已經寫 很多親子教養的書 對 差不多占掉三分之二 我寫了66本 那個十年寫了66本書 別人開玩笑說 你可以出雜誌了 因為你一年寫六本 你可以別人雙月看 是 所以等於老師很規律 生活 而且我覺得剩下時間蠻多的 寫作之外的時間剩下蠻多 所以可以陪伴小孩參加各種活動 我甚至於陪著孩子去游泳 陪著孩子去開車 當我的兒子18歲 我陪他去開車 陪他去考駕照 練車就好 我很多經驗別的爸爸 怎麼想都覺得很難 其實很可酷 真的 對 因為你要上班 所以我陪到孩子都覺得很煩 你應該去上班 怎麼在家裡面一直陪著我們這樣 有一段訪問你的小孩 叫你趕快去上班 不然他在家很多事都不能做 都被你盯著 我到了我兒子18歲 還是大概高三的時候 我有個機會是 我不是在家接案子嗎 我也接過蠻多主持 像廣播我也做過 然後電視旅遊節目 他們要我去 你要不當主持人 外景主持人 對對對 那時候199899那個年代 就是我在家裡 已經差不多10年的時候 電視台開始很多 有線電視 蓬勃發展 所以他們確認 對 正好蓬勃發展 很需要人來做各種節目 其中有一個就是問我說 要不當那個旅遊主持人 聽起來蠻好的嘛 跑遍全世界 我竟然在家寫作10年後 不想去了 想陪伴孩子繼續陪伴 結果我自己聽說 爸爸你不要再陪了 你陪10年 我說已經到大學了 你趕快去工作吧 其實我在家有一次工作 他認為不出去工作 在家裡一直寫作 不叫工作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就去了 去的原因就是我兒子 講到後來眼淚掉下來說 爸爸我求你去 趕快離開我 不然天天盯著我 我同班同學都可以看A書 看漫畫 你今天盯著我的 我的少年時代多麼慘白 幾乎要哭了 都被你盯住了 所以老師後來到電視 其實還做蠻高階的主管對不對 電視其實剛開始2000年的時候 是台視對外 已經有總經理什麼副總經理 他們節目公司化 那是華視 台視那時候是全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 他們缺一個節目部經理 就問我一下 其實以我的心情 已經過了十年了 我又重操就業 你知道嗎 感覺到說我要不答應 因為那是蠻苦的工作 聽起來是一個節目目的經理 可是他帶兩百多人拍連續劇 拍綜藝節目拍戲 很有壓力就對了 壓力很大 我就是那一刻跑去看醫生說 有沒有高血壓的 就是在我決定要重新再重出江湖 快50歲的時候 對快50歲跑去看醫生 醫生說你血壓非常高 我恭喜你你沒有死掉 因為你這個血壓一般人就倒地了 我一聽 我活到這個時候血壓那麼高 醫生說你要開始吃藥 所以我竟然是進電視公司的第一天 開始是我第一顆高血壓的藥 降血壓的藥 而且你要試著做台語說不定觀眾更多 但是我記得我推一個叫流氓教授 後來還拍一個江山樓 就拍一系列台語的 可是又跟民視的區隔 民視比較時代劇 我反而走一個歷史劇 譬如說江山樓講的是日劇時代 那個江山樓是異季的故事 那羅曼教授講的是一群在鄉下的一個年輕人 慢慢到台北工作 然後講那個村莊的故事 那有一本書叫流氓教授 我覺得他非常勵志 那個後來蠻成功 所以我的意思說 當我轉換一個跑道 我會有自己的大概想法 就是說怎麼樣跟其他頻道區隔 是做我們自己 並不一定拿手 那時候還是要轉成台語蠻難 我甚至於找不到太多製作公司 他會做台語 就是說我想做還罪名的小說 我想做完真和的小說 不見得找到剛好的製作單位 這是我當初面臨最痛苦 就是因為大家已經在台視都做國語了 或者買大陸劇 做習慣 我找不到那個班底 所以那段時間我重新再建立一些班底這樣 而且早期如果拍國語 很多地方都好拍嘛對不對 以前還有綜藝文化城 那你也要拍台語的時裝劇的話 在台灣就很難找 可是那個是時代 你看過了二三十年 像公共爹是有台語台 所以我的意思說 時代會改變 那我是還是做了兩年離開兩三年 華視公共化 對外招考總經理 華視是一個軍方的電視台 他的總經理是由總統直接派任 蠻大的 就是華視是總經理永遠是總統直接派 因為他等於是國王部是最大的空權 他那個要總統直接指揮 所以後來他把他捐給公共電視是因為 立法院要叫老三台 那個不要屬於黨政軍 就黨政軍退出三台 那個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所以中視後來賣掉 台視也賣掉 只有華視想說不要賣 把他捐給公共電視 變成第二個公共電視 我就在那個基元區的華視 但事實上也做得很辛苦 因為華視原來的那個類型 轉到公共電視有點水土不服 蠻難的 而且原來的員工 他是習慣華視這一套 一轉到公共電視之後 變公共電視要主導這個 那我在那邊當總經理 非常難 因為我要溝通董事會 又要把自己電視來轉型 等於你要管華視本來的老員工 但是又受限於公司的管理建設 董事會 對 因為他會一直希望什麼呢 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兩年 他希望那個新聞部變同一個 新聞部變同一個 兩邊新聞部合併 變合併那是最難的 因為原來公共電視新聞部的人數少少的 在公共電視 華視新聞部很大 所以這兩個 官司這兩個合併吵了很久 後來他們就下山了 比如說公共電視新聞部 所有人被被迫遷到華視 強迫合併 那你想看那是個非常困難的 因為他們非常喜歡在公共電視 而且報的是公共電視新聞 一天兩折 他不能報新社商 那華視是商業台 換句話說華視捐給公共電視之後 他還是要致富盈虧 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關就是 我要怎麼滿足電視新聞 非常的像公共電視的新聞 節目也不能太那個 真善美 對對對 要如何像公共電視 可是我要靠自己生存 那個我做了兩年最後 最後離開了最後一檔連續劇 我自己終於做到全國第一名 那個我就覺得說就像我剛才講那個 劉曼教授其實我們做到後來 收視率是原來公司的十倍 就是原來公司我們八點檔是收視一的話 我們做到十 所以我自己是一個很拚命的 可是拚命結果就是我做不久 因為太累 太壓榨自己 做到最後我得休息 又回到家裡 所以兩年就夠了 我兩個工作都夠做兩年 就是非常準的兩年下一任換別人 我又回家療傷 然後開始寫作 所以寫作在我生命中是一個 安靜下來又開始重新開始的一個工作 而且我覺得他最棒是他可以自己獨立完成 不用團隊合作對不對 不用溝通協調 對 但是每次去上班的那個經驗 又夠我去重新思考創作 譬如說我去電視台工作八年 我後來寫小說裡面 我覺得充滿電影感覺 譬如說我在寫小說的時候 有聲音有畫面有動作 別人在讀我小說會說 你現在小說什麼跟以前不太一樣 讀起來很像是一個電影 我說不知道 因為我長期寫劇本寫了八年 內化了 就是不知不覺會寫聲音 寫畫面寫光影 那我拿起表來重新寫小說的時候 我自己都不知不覺裡面會有電影 小說有視覺感 對 所以我這本書裡有提到文學改編 就是在講這個觀念 就是說電影中什麼叫做電影有文學感 什麼叫做文學有電影感 什麼小說適合改編電影 我覺得我的經驗這部分 我蠻能夠去寫 我就把在這本書裡 第三個chapter就是寫這個 所以老師幫我們講這本書的三大章節好不好 第一部分你開始講到說你怎麼樣開始寫劇本 我第一個chapter寫的是一個我自己從不會寫 個人經驗 不會寫劇本到開始寫劇本到遇到不同導演 然後開始調整自己寫劇本的方式 然後正好遇到台灣電影開始有一些新的類型 早期台灣電影就是三天愛情或者殭屍片武打片 到了我那個年代所謂台灣新電影是反而回歸寫實 回歸觀察台灣社會的文化 台灣社會的歷史 就重新開始 所以開始有學生片 校園青春片 青春愛情片 成長片我都參與了 那參與的結果就是發現 我們這一代的人投入電影之後 反而是在回歸台灣早期的懷舊 就是我們會拍一些像侯孝賢拍童年往事 戀戀封城啊 去拍我們自己的成長故事 慢慢拍到我們的歷史背景 譬如拍到1989年侯孝賢的背景城市 就是拍到228了 你想想看越拍越大的歷史 那楊樂昌拍了一個叫做 孤領捷少年殺人事件 在1991年那個是更大的 把台灣的外省人移民到台灣的這段歷史 用壓縮在一個凶殺案 他的目的是想介紹 整個這一個脈絡三四十年 所以其實每個導演越拍越有野心 對 企圖性越強 對 就開始想說 就拿王瞳來講 他拍了三部曲 什麼香蕉天堂 稻草人 就把台灣的歷史分成三段 稻草人就是台灣早期的日劇時代的一個故事 香蕉天堂講的就是一個 外省兵被拉夫當兵 然後台灣的故事 所以我就在這個過程中 跟不同導演合作不同類型 甚至於後來也開始要 試著做武俠了 因為寫實片拍完了 我剛好人還在蹤影 我就想說 我們來拍一種過去武俠片沒有的 像李安不是拍臥武長龍嗎 臥武長龍還是一個傳統的 高來高去的武俠 對 那我們想說我們來拍一個寫實武俠 比如說拍女刺客拍盜匪 所以我就拍了一部叫做策馬入林 就是給他定義成寫實武俠片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有趣是自己不斷的開創新的類型這樣 那我第一個小步驟就是寫自己這樣 一路跟不同的人合作 有成功有失敗 甚至於還會碰到一個自己非常不熟悉的 說不熟悉也不對 比如說軍教片 那時候台灣沒有軍教片 我們就拍了一個成功領上 拍成喜劇 滿成功喔 就是19 你看那個年代好早 1978 79年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解嚴的時代 要拍一個軍教片 本來是想拍一個愛國的 勵志的 稱之為抓匪諜的 蠻好笑的一個idea 結果變成喜劇片 變成一個許不了的 來主持 變成主角的喜劇片 可是就是這樣類型一開始以後 各位看到現在還有在拍女兵日記 對 軍教片就開始爆發出來 30年了 你在裡面有講到 說當時的卡斯奇是蠻多的 可是蠻強的 可是你居然用許不了來做主角 大家都蠻訝異的 對 當年是 本來是一個很大的大片 愛國大片 對 由國安部的裝置場來做 用國家的力量來 徵召所有當時最紅的 最紅的演員 林青霞 林鳳嬌 青霞 林晴漢 有點像現在中國大陸 要拍一個國家級的大片 愛國大片 結果被我們幾個 不是幾個 就是導演覺得這樣拍 沒有人要看 給他弄成喜劇好不好 那我覺得很對 就找到一個許不了 許不了成為台灣的桌別林 他後來拍電影 每部都大賣 竟然是在一個軍教片 開了一個頭 所以電影的有趣在於 每一個機會都來的非常奇怪 明明是軍教片要愛國 要勵志 你怎麼拍成喜劇呢 拍成喜劇之後 這個類型就產生了 所以我在第一個chopter裡面 講了好多當時的沒有過的類型 就像現在台灣的很多導演 開始有鬼片 開始有推理片 他也是在開創一些 現在的觀眾比較能夠接受的類型 所以我第一個chopter 幾乎是就順著講我自己 怎麼進入電影這個行業 也有跟導演吵架 也有失敗的 譬如做一棒跟導演吵架 就不拍了 早安台北 那也有拍了之後導演覺得 你既然加入我們這行業 你應該給點新東西吧 你不能寫的東西跟過去差不多 也啟發了我說也對 只要你加入電影這個行業 應該加點新的東西進去 所以第一個chopter 其實就是有點講 我所經歷過的台灣歷史 電影歷史這樣 所以蠻多大時代的電影故事 第二個chopter 就是你剛剛問到的 就是我這本書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自己本來選的是生物 所以我在編劇的時候 我剛好在醫學院工作 很巧 我如果講斜槓的話 我真的是很早就會是斜槓青年 因為我明明在陽明醫學院 當助教 當研究員 可是就有人叫我寫電影劇本 因為我有幾個小說寫出來 他們看上我的小說 小說改編電影不錯 你要不要當編劇 我說我不會做編劇 可是又很想試 所以我就變成一邊在實驗室 做實驗帶學生 一邊開始接受劇本的挑戰 所以我反而會這兩件事情 會混在一起說 我在實驗室做實驗室 實際上看到實驗室裡的 顯微切片 我怎麼切 怎麼染色 怎麼觀察 我在寫劇本的時候發現 這之間好多東西好像 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這個念頭 其實在40年前就有 不斷的增加 不斷的增加 只是我覺得它不會成為一本書 只是我自己在教別人編劇的時候 我會不知不覺講出來說 我跟你講 這個編劇很像是天野調查 很像是飽和榮譽 然後我們在觀察故事的時候 很像顯微切片 其實這個東西我斷斷續續在我的編劇 慢慢成型的 對 在我別人邀請我講編劇課的時候 或者叫我講編劇演講說 小老師要講一堂編劇好不好 我不太會講 我就想到 我想過了一些科學方法 用自己熟悉的科學方法 代入編劇的方法 那我講完之後旁邊的人說 你都沒聽過這樣子說 會用科學的比喻 那講說科學比喻 大家會聽不懂 我說不會 因為我選的科學比喻 都是比較簡單的 不會太複雜 常常聽到的 常常聽到 甚至於國中 國一國二的理化 就有講到的 應該很淺的 或者數學都很淺的 是 所以在這第二個章節裡 就有一些科學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真的對編劇 完全沒有概念 你讀這個章節就會很容易 你至少有1到6讓你慢慢的讀懂 對不對 對 因為它 你就會至少有幫你引進到 什麼是編劇這件事 到底編劇 不是說給你一個編劇格式說 寫故事分場 不是 我引你去思考 你如果真的要做編劇的話 有幾件事情 如果你 你那個融會貫通的話 你就知道怎麼起步了 或怎麼起步 比如說怎麼樣做天下調查 怎麼樣把人物找出來 找他關係 怎麼樣找到他們之間的情緒 這個思考蠻簡單 可是你一旦會了以後 會幫助你 每次拿一個故事來開始要變 就重新檢視一下 你有沒有找到這幾個元素 這幾個元素一旦找到了 把這6個步驟去亂一遍 你就比較完整 對 包括你一開始講的 這個結晶現象就蠻有趣的 就有時候我們蒐集資料 蒐集到什麼程度 才要開始動筆 就是到那個飽和結晶的那一剎 你突然很想寫了 很想寫 因為你的調查差不多了 哪怕是你寫一個學生片 哪怕是你寫一個東南亞移工 哪怕是寫一個歷史 已經過去的歷史 你可以去主持館查資料 對 當事人不在了 還是可以做田野調查 老師你有講到這個國中女生 這一部電影 是你們當時的田野調查 居然還去垃圾桶 找這個小女生 他們的小紙條 這樣講有點不道德 但是 看看他們到底在溝通什麼 那個導演自己想出來招數 他說 我們其實很簡單 就看他們丟掉了週記 大量大量週記丟在垃圾桶 如果你不去撿 他就變成回收了 就在回收前 我們看到太好了 是有點別人的隱私 可是目的是 看他們的語言在講什麼 他們關心什麼 因為畢竟我們那時候 大概年紀大概30 我寫過很多女生的時候 大概還不到40歲 那個跟我一起當導演的陳國富 現在在中國大陸發展得很好的 一個陳國富導演的第一部電影 他和我一起合作 他就說我們的語言 都不太懂他們的語言 那你想要懂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打開他們的週記 他們對話 徹底的了解他們 對他們在看什麼電影 就不用透過老師 你要最直接去看他們私密的語言 你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對 週記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他大量的 而且是大量看 不是說看一本 大量看 就找到他們共同的語言 後來那個過程就是一個天野調查 所以 我舉個例子 其實是天野調查有很多種方法 是 一個是跟當地的人一直聊天 一個是根本就從資料裡找 這樣子 這也是老師你過去的一些科學訓練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我這個背景幫助我在中影八年 跟所有導演溝通跟老闆溝通 跟那個製作組溝通 因為導演都蠻情緒化的 很藝術家 其實壓力很大現場壓力 然後他又是藝術家個性 動不動就翻臉 拍桌子 那我就會比較用理性的方式去溝通 跟老闆溝通多少錢 拍這個預算 我覺得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每次那部電影拍完要上片錢 那個導演都會衝到我辦公室 拍桌子說 小野你都沒有幫我宣傳 他說賣座失敗你要負責 我說好 我就會說沒問題 我會努力宣傳 其實我是陪伴導演寫劇本到 完成拍完 到行銷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會 情緒到了最高點 壓力大 跟我翻臉 就要把責任推給我說 你都沒有好好下廣告 廣告你就下很少錢 廣告電視上都沒有看到廣告 報紙也沒有 那個年代比較沒有網路 我的年代真的蠻早的 土法煉鋼 下廣告在電視台就很有效 可是很貴 那導演每個導演都會怪我說 你沒有花很多錢幫我宣傳 到時候賣的不好 你要負責 第二天賣的很好 衝到辦公室擁抱 哇好棒好棒 那賣的不好就消失 開始怪我說 就是你沒有做好這樣 就預留那個下台階 先把責任推給你 其實蠻刺激的 現在想起來 是很美好的年代了 那時候心臟要很強 所以你經過那個刺激的年代 但你現在回頭在看電影是不是 就那個會有那種鱸魚得水 那樣的心境 每一段時間重新看電影 我會覺得蠻好笑 就是人在其中 壓力太大 一天在乎票房 財務票房 然後剪接 然後就好刺激 等到我這個年代看電影說 一個人在我的工作室 如果一個人看電影 而且要看好幾遍 有時候為了做 對 為了要寫這本書 我竟然一看再看 而且做筆記做到認真到 一場一場都寫下來 我想我以前從事電影 都沒有這麼認真 現在寫給別人看說壓力好大 我一部電影看兩三遍 看到自己幾乎背起來了 我才敢寫 有一部電影叫真寵 有一部電影叫情報焦點 一部叫做意外 我竟然要把鏡頭 有點到自己可以背起來的時候 我才敢寫 第一場什麼什麼 所以我覺得 這個時候在看電影 就有兩個不同的階段 一個是 完全把這個電影的技術 跟寫劇本的方式搞懂 一個是完全跳脫 過去在從事電影工作的壓力 重新欣賞一部電影 甚至有時候看到睡著 哇好美好 為什麼 其實你看電影睡著時間 非常短 你不要以為說 這部電影看著看著 我就睡一小時 No 你可能睡三分鐘 你以為睡了半天 三分鐘 所以侯孝賢講個笑話說 我就是想拍電影 讓人家睡著 醒來的時候 還是同一場 他還是接得上 他想你是不是故意拍得很慢 不是 因為電影的美好就在於 他跟夢境很像 對 真的很好的電影是很安靜的 好安靜 看著看著睡著 醒來還是同一場 繼續接精神飽滿 所以我覺得電影對我來講 好迷人 就是 你其實做過電影做好久了 你都還沒有完全領悟電影 最妙的地方 對 所以我這裡面有寫 寫到這些 然後裡面有提到這個人物關係 這個 如果是兩個人的關係就很平 但一定要加入第三者 這個第三者就會破壞那個平衡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滿重要 老師裡面有舉一個這個安娜王妃的故事 對不對 那部電影 然後就加入一個真寵的女傭 第三個女傭進來後 她還不是嫁進來之後 故事就解決了 她是反反覆覆的變 國王 女王一下相信女傭 一下又被她身邊那個 她閨蜜拉回去 閨蜜想盡辦法把這個女傭幹掉 你這樣聽起來好像是公鬥 可是她比公鬥又複雜 是那個每個人人物的情緒 所以我就用一個化學可逆反應說 A加B等於A加B加C等於AB加C 可是她又反過去 那段是我寫最仔細的 就是因為那個編劇實在太厲害 她就是把每一段還下一個標題 那個標題就是她的情緒 然後她們兩個逆轉的原因 那個太適合講電影劇本 我覺得最棒是最後女王 還是做了一些動作 把女傭頭壓下去 展示她的詮釋 女王最後信任了這個女傭之後發現 她趕走了那個閨蜜 她是最愛她 她來不及了 那種感覺真的是 因為他們糾結的時間更長就對了 對 所以這部電影這聽起來 我裡面舉了很多很多電影例子 如果聽眾或者觀眾看到 他如果去再重新看一篇電影 會更有感覺 會會會 因為我覺得這本書 教導的很多東西都是要讓你繼續 繼續往下去研究的 而不是說這本看完就覺得你會了 不可能 你就繼續 我舉了很多例子都是我自己看了之後 覺得很適合編劇來教編劇的例子 所以這部分 第二個章節就是這個非常實際的一個編劇的 一個步驟 那第三個章節就是概念性的 就講到文學跟電影的一個關係 裡面有講到一些名詞 大家比較模糊 老師終於慢慢這麼多年把它釐清了 文學電影跟電影小說的差別 文學電影很多人以為說 用小說改變成電影 就是文學電影 其實不是 有些電影不是文學改編 可是拍的非常文學 很文學性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身邊兩個 口座比較久的導演 一個侯孝賢 一個楊耀昌 他們幾乎沒有改編小說 可是他電影的那種音畫分離 長鏡頭空鏡頭 他的音樂 他的趣事非常文學 最後結論是什麼是文學 就是電影中帶有想像 還有聲音畫面的分開 然後很多暗示跟象徵 就用影像來象徵一些東西的東西 他是比較文學的電影 所以文學改編 不一定會帶到文學電影 你也可能選擇一個文學 他只是故事很強烈 你拍成一個非常商業的電影 他不文學 他並不文學 他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講 他沒有什麼想像空間 把故事講完了 很寫實的 很精采 故事講完了 可是他沒有什麼文學性 他是文學改編 所以我在這個chapter裡 就是很適的去講解好幾個名詞 文學電影 電影文學 適合改編成電影的文學 作品是什麼呢 我裡面也講了 他可能就是角色人物情節 他很適合改編電影 那台灣有幾次很多比賽 竟然專門針對小說比賽 是適合改編電影的 你寫個小說給我 我們來比賽 那比賽標準是什麼呢 他非常適合改編電影 有一個BenQ辦了大概七屆 小說錄取了好多比賽 可是竟然好幾部被買一走之後 還是沒拍的原因 還是回到電影是蠻難的 對 他就算是買了找演員找預算找錢 都沒有中間只要差一個 沒有完成 沒到位的話就沒辦法 對所以他們說電影拍成功是奇蹟 沒有排成功才是一個正常 正常的現象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當年我自己在家裡寫劇本 寫了一整年寫了五個劇本 都沒有拍成之後 我就狠下心來去上班好了 所以就算你這個小說 一開始就立志要為電影來寫的話 也不一定能夠拍得成 對 所以每一個從事編劇 還是有很多環節 從事編劇工作人員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編劇本身你喜歡 但是最後拍成電影是運氣 還有各種原因 但是你就編劇本身 你說明也可以得到滿足 就是編劇說不定你學完劇本 這本書看完你開始學會電影 田野調查學會劇本 到時候你學會的是什麼 學會的是你的人生 怎麼重新調整到 你跟別人的關係 你跟你怎麼去寫自己人生的劇本 是一個很意外的收穫 或者田野調查調查到 你所不熟悉的歷史 不熟悉的人物 比如說新住民 或者是這些行業你不熟 哪怕是軍人 哪怕是警察 哪怕是老師 這行業距離很遙遠 公務員 對 經過田野調查之後 你會對人有更多一層了解 就那個同理心 對你很有幫助 就是對你做一個 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很有幫助 所以我很想傳達就是說 你不要一直覺得 學這本就是寫編劇 我要拍成電影 不是純技巧就對 對就算是你這樣子 有一天真的拍成電影了 你應該很開心 你因為學會編劇 學會這個行業 但是你不要很急切 我認識蠻多編劇是從 剛開始很年輕想寫劇本 參加劇本比賽 比到了 終於有電影公司看上了 拍成電影了 一部兩部這樣 那你只能說你很幸運 但是你要是把這個變成是 一定的職業就會很有壓力 他絕對不會是常態 他只是運氣好就對 對 所以老師你這樣講 是不是很多年輕的編劇或導演 他們可能有很純熟的技術 或有很好的技巧 可是 他們相對對人性的 這個人生跟同理心 他們是不像老師這麼40年的經驗 會有蠻大的一個差別 我覺得要是我那個年代 因為電影還蠻蓬勃的時候 我把工作辭掉 把學業退了 到專案電影公司上班 好像背水一戰就職業劇本 我的職業就是編劇 現在這個真的沒有了 我覺得我會給一般年輕人 建議說你找到一份工作 下班後來寫劇本 本業好好做 副業再來寫 因為本業本身對你有幫助 一定沒有 你如果完全躲在家裡面 自己憑空想 還不如接觸人 接觸人的最好方法 就是另外一份工作 就是 哪怕是你是一個推銷員 Sales 哪怕你是一個送貨員 你不覺得 那個也很好玩 也會有你的故事 對 你說你是送貨 被狗牙 或者送貨那個人打開門 怎麼跟你對話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用 最大 新冠病毒 台灣的防疫過程中 對 不是發生過很多故事嗎 如果你 你因此而換一個職業 變成一個送貨員 你有沒有想過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題材啊 你送到不同地方去 有的是在家 在家防疫的 有的是送錯地方的 有的是火氣很大 正在吵架的 無時無刻 都是可以編劇的題材 老師你有舉例子 就是我們那個新冠肺炎 那個記者會 都把那個確診的 講得很模糊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想像 去補腦 對 這個人是幹嘛的 我在那個 這個就是一個訓練 我在那個裡面 田野調查裡面 就用了一個病毒的例子 對 因為很多題材有拍過 對 全面擴散什麼什麼 我就舉那個例子 就是假設我現在要開一個課 我可以用各種東西 試著作為一個題材 我如果下一次開課 我就可以說我們就回顧 從二月到六月這段時間 台灣發生這個 最恐慌的時候 你有沒有題材 有啊 你每人都在聽他報告說 有一班飛機飛回來 有個酒店小店怎麼樣 有一個艦隊 就蠻好玩的 就是每個東西都是一個背景 你要不要做田野調查 調查完之後給我一個故事 假如我現在如果帶一個編劇班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做 我曾經試著帶過兩次 我自己學生 我覺得很簡單 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甚至於 今天買一份蘋果日報 到辦公室到學校裡 報紙打開 社會新聞那麼多 故事都在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從事創作者 最快樂的是 每天睜開眼睛 又是新的一天 然後你隨時隨地可以想故事 是 很好玩 老師最後講你這幾年 一直在做的事情好不好 這個大家都稱你這個小野校長 對 就成立一個實驗機構 我們這個實驗機構 每次跟人家講名字都很長 好長 我現在講一篇完整的 台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我們拆開來台北市就是台北市文化局 委託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辦的 這個台北市 影視音就是它的內容 就是我們專門教影視音 所以我們有音樂組 有拍攝組 有好幾組不同的課程 就電影電視音樂 甚至劇場影視音 實驗教育就是它不是體制內的 它不是某一所學校 它是在家學習的擴大 我想在台灣很多人知道 我如果小孩子不送到學校去 我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在家自學 在家自學 把那個學籍掛在一個學校 一直可以教到高中 那我們台灣在四年前 通過教育三法 准許機構辦學 機構辦成一個好像學校的機構 辦自學就對了 對 然後給125人 最高125人 所以我們第一屆收了41個 第二屆收了41 就你把41乘以3 就差不多接近125 然後後來辦著辦著 新來的主人認為說太多了 因為我們自學本來三個五個就可以 三個五個這樣湊成一個自學團體 我們辦到125真的很像學校 小型學校 對 然後就希望變90就好 一屆30個 那目前我們已經到第五屆了 這個禮拜六就是要畢業典禮 第二屆畢業 第二屆畢業 後來學生收來之後 本來希望不要直接升學 你就來我們這個學校 三年後直接工作 後來發現我們台灣的氣氛 家長還是喜歡升學 升學制度 所以後來變成一半升學一半工作 所以蠻特別的學校 所以這個就是你多年 自己的一個願望嗎 是我覺得我們的朋友 經過了80年 在台灣新電影浪潮以後 每個人都變成大師 甚至跟我們一起做了 當年助理 現在每個都是國際大師 比如說 李平濱 像台北電影界主席 李平濱當年跟我在中營 他是個攝影助理 廖慶松剪接像大師 他以前也是剪接助理 當這些人成為大師後 他最大願望就是 我幫你做電影學校 像侯小姐在30年 你跟我講 小姐我最大的願望就是 辦個電影學校 那實際上很難嗎 他就在金馬學院 他終於在金馬獎底下設一個 金馬學院每年一次 那個不算學校了 那個等於收了一些比較 有潛力的已經是編導了 經過金馬學院讓大家認識 其他的目的 挑出來就對了 讓這些人互相認識 來自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香港 台灣 中國大陸都有 金馬學院 他終於完成了電影學院的概念 可是那個不是學校 那是一年一次 來上個密集的班 有天我會覺得我好幸運 我其實也很想辦學校 可是很難 我真的好幸運 就是那個學校準備要辦的時候 沒有校長 然後那個學校本來不用校長 就是每年就有一個總監 一個主任帶領的學生上課 有課程 就是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四季開課 老師 所以一開始蠻實驗性的 那在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 沒有預算 他就直接花了預算 把學校教室弄好 設備弄好 就開始招生 所以你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傳奇的故事 就是他在保障岩找到十幾間教室 保障岩十幾間 開始把教室打成兩棋 兩棋教室花錢做 開始找錄取老師 錄取主任 要開始招生那一刻開一個緊急會議說 這個學校最好有個校長 那我當時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所以就找到你 柯市長就說那你去兼校長好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我很不願意做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好難 很難的原因就是台灣沒有人做過 用機構來辦一個 在我們之後第二年就變有八所 不一樣的學校 有的是做木工的 有的是做藝術學校 做了八所一樣的機構 但是只有我們是隱私營 我懂 你們有成功的例子 後面各行各業就來學習模仿 第二年就開始變八所 他們不同的行業就對了 但是他的確有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你又要學校的規模 可是你的方式不是學校 學校有教官或者教務訓導 有各種各種體制的單位 你是一百多個人的學校 可是你還是要承擔一個學校的組織 可是你又不是學校 然後你也沒有政府的補助 你必須從收學費來辦 所以我們還好是一個基金會 我們基金會把這個學校 成為一個第十個單位 我們基金會有十個單位 什麼台北電影節 台北委員會 紅樓松煙 還有藝術節 還有薄皮寮 就是台北市剛好有十個單位 是幾乎涵蓋了台北的文化活動 那他都如果辦一個學校的話 他的資源就很好 互相可以調度 對所以我們這個學校說起來蠻傳奇 就是他又跟一般實驗教育不太一樣 一般實驗教育他要辦他蠻難的 他連教室都要去跟台北市政府借付租金 所以你們可以收贊助嗎 目前我可以募款 目前我做了第五年還搖緊也要不敢去募款 是可以募 你覺得要有一定的成效是不是 不是我不敢隨便拿別人的企業家的錢 我想用學費加上我們自己的資源在辦 我懂 然後有募一點點錢 譬如我們要辦一個校刊 差一點錢 那家長會去幫我募一點錢 那個錢都很少 少到大概是幾萬塊以內 我都不敢大筆的摸 難怪老師說你比較幸運 就是你馬上就有一個學校的規模讓你去實驗就對了 對我覺得雖然壓力大到我好幾次想退 我有一次已經請辭了 後來因為他第一屆都還沒有畢業 那學生說校長你回來吧 那個可不可以陪著我們畢業 那是第一屆 去年我又回來 我為什麼指責 我實在很不敢承擔一個學校 學生這麼多 然後發生萬一什麼問題 我無法向家長交代 我覺得我真的壓力好大到為什麼我要做 一方面壓力大到我為什麼要做 因為我之前做了很多別的工作都已經收攤了 我好像應該退休了吧 我幹嘛去承擔一個這麼大責任的 因為辦學要責任最大 因為活生生的小孩 高中生進來 犯錯通通算校長就對了 所以我那時候好想 哎呦我壓力好大到可不可以退啊 而且我是志工 是無心的 對對對無心 我早期 我其實包括台北基金會當統治長 也是無心的 我都是自己貼錢 我那時候因為覺得自己人生還蠻幸運的 走過那麼多不同的經驗 我好像應該到了回饋的時候 不是應該得到的 對那時候我心情是六十幾歲了 我到了這個年我還要什麼 應該是給啊 不是拿嘛 我給你談薪水 給我說不對吧 你前面蠻幸運的啊 電視也做了 電影也做 你寫的書也蠻暢銷的 對 然後自己有四個孫子了 那你還要什麼 對 你在別人看你什麼都有了 所以我那時候告訴自己說 那你就幫忙嘛 幫忙給嘛 對對對 我的心情是回饋啊 包括這本書 我猜他也給我得不到什麼利益吧 可是我花了四年 去一直蒐集資料 是覺得這個社會給你很多 你是不是開始 寫點什麼 對你應該回饋 回饋給大家 像我這次畢業天 我就自己買了三十幾本書 要送給學生單禮物 送給畢業生 對就是說 我跟你之間交往就是 你終於畢業了 我給你一本書 這本書段講的都你不見得用得上 可是就算是 我跟你之間的一個交流嘛 這樣子 有一天如果你需要的時候 這本工序書就在這邊 好今天非常謝謝小玉老師 為大家介紹他的編劇魂 積木文化出版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介紹 謝謝大家聽